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送女儿去学校后 在家煲了鸡汤 打算去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婆婆 然而 当我走到病房时 发现一向冷清的病房 今天异常热闹 首先是大舅的声音 你们都会听到 都在同一家医院 就不怕小璇知道 我正要推门的手顿住了 心里莫名有些沉重 他们瞒着我什么事 是我不能知道的 接着我听到婆婆不屑地说道 怕什么 他们在那边楼 我在这边楼 又不在一起 再说 知道了又能怎样 她带着个孩子 也没工作 父母双亡 还能离婚不成 要怪只能怪她 自己是个生不出儿子的赔钱货 听到这里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 我知道 婆婆一直不喜欢我 尤其是因为我只生了一个女儿 没生儿子 她曾在小区里逢人就说我生不出儿子 还说我在家好吃懒做 辛苦养大的儿子 却一分钱也不给她花 可这一年她住院 都是我在医院和家里两头跑 照顾她 我从小没有母亲 渴望母爱 也知道 要别人对你好 自己必须先付出 所以我一直把她当亲生母亲来伺候 尽心尽力 从没有抱怨 我以为她至少会感恩 可没想到她竟然背后这样议论我 我气得想冲进去把鸡汤扔她脸上 但我突然意识到她提到了我和周家明的离婚 这让我心中更加疑惑 于是我压下怒火继续听 婆婆得意地说 这几天她给我煲的汤 我还让家明拿去给孩子的妈妈喝呢 催奶的小姨问 听说是个男孩 婆婆答道 是啊 足足有七斤六两 小姨感叹 大胖小子 家明真是好福气啊 我一时间听得糊涂 什么大胖小子 和家明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家明好福气 突然 我想起这几天 婆婆总是看着一张新生儿的照片 乐呵呵的 当时我还好奇问她是谁的孩子 她立刻把手机收了起来 说是邻居的孩子 我没多想 可现在心里开始慌乱 一个模糊的猜想浮上心头 令我四肢发软 心跳加速 气得发抖 我慌乱地退出病房 连手里的鸡汤都忘了扔掉 几乎是凭本能 朝着新生儿病房走去 两栋住院楼 确实离得不远 幸好那天 婆婆看照片时 我瞥了一眼 记住了床位号 可是 当我找到那个病房时 里面住着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并没有看到家明 我一时不知道是该松一口气 还是更加心慌 甚至自我安慰 也许是我多想了 毕竟在我的认知里 家明一直是爱我的 也是顾家的好丈夫 对我们的女儿 更是疼爱有加 我们从高中就开始恋爱 后来异地恋 大学时攒下了上千张火车票 这些年来 每次我生病 家明看起来比我还难受 结婚时 婆婆虽然不喜欢我 但家明当着大家的面说 我和小璇是一辈子的人 我这辈子只爱她一个 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就搬出去住 想到这些 我一边告诉自己 家明不会这样对我 一边忍不住落泪 害怕猜想成真 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 我该怎么办 是直接冲上去和她离婚 还是应该隐忍着 我在这一层楼的病房里转了一圈 始终没找到家明的影子 有几个病房里有人住 但病床空着 我想着要不要再去其他楼层找找 一边又劝自己 可能是我多虑了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忽然听到不远处 有人在逗孩子 乖儿子 叫声爸爸听听 短短一句话 如同晴天霹雳 因为我听出了 那是我老公周家明的声音 我立刻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心里祈祷 自己听错了 毕竟世界上声音相似的人很多 可是当我走到病房门口 透过半眼的门向里看时 看到的却是抱着孩子的周家明 他之前明明骗我说在上班 却此刻在这里抱着孩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 身体发软 怒火冲上头顶 眼前阵阵发黑 我在犹豫是冲进去还是先忍住时 病房里的女人突然抬头看向门外 和我四目相对 惊慌失措地喊了一声 小玄姐 他这一叫 我老公周家明立刻回头 也看到了我 慌忙问 你怎么过来了? 我死死握住手里的鸡汤 冷笑着说 我是不是不该来打扰你们一家三口 我本以为他至少会慌乱 或者想给我解释 但他说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我震惊地看着他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问他 难道你不打算给我解释一下吗? 他的下一句话却让我三观尽碎 周家明看着我 说 本来也没想瞒你多久 这些日子两头跑 我也挺累的 既然你发现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这是何小宇 你也看到了 我们有了孩子 他一直知道你的存在 也不介意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我不可能不要他们 但我也不会和你离婚 你放心 我给他们买了房子 不会让他们影响到你 一旁的何小宇也跟着说 小玄姐 你放心 我不会要求你和家明离婚的 我好半天才反映过来周家明的意思 他竟然想让我和他的情人 和平共处 共享一个丈夫 我没想到 这两个人能如此无耻 多年来 我那么爱他 我们的感情那么深 他怎么能这样欺负我 但很快 我想起了刚刚在病房里婆婆说的话 我和家明结婚没多久就生了女儿 婆婆身体不好 女儿也需要人照顾 为了支持家明 我选择做全职太太 这些年 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 照顾这个家 甚至面对婆婆的冷言冷语都默默忍受 全是因为我爱家明 不想让她为难 可她怎么能这样对我 正当我怒火中烧时 我的目光越过家明 看到了何小宇床头的汤 想到婆婆的话 我的怒火瞬间爆发 猛地把手中的鸡汤砸了过去 只听到何小宇一声惨叫 紧接着就是孩子的哭声 我拿出手机 开了视频对着他们拍 你们不是喜欢喝鸡汤吗 我让你们喝个够 刚生产完的何小宇动弹不得 滚烫的鸡汤洒到了他 家明 还有那个孩子身上 保温和效果太好 鸡汤还是滚烫的 孩子的哭声回荡在病房里 我大步走向何小宇 正要靠近时 周家明一把将我推开 你干什么 我被他甩倒在地 头磕到了床脚 钻心地疼痛袭来 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紧握手机的手在颤抖 他却丝毫不在意我 病房里一片混乱 周围的人听到动静 纷纷围过来看 指指点点 何小宇赶忙喊 家明 快叫医生看看孩子 周家明这才反应过来 匆忙去叫医生 医生 医生 快来帮我看看孩子 刚好这时 我的小姨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 立刻给婆婆打了电话 婆婆很快赶到 一进门就斥责我 你在这里闹什么 丢不丢人 我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我冷笑道 你儿子在外面出轨生孩子 你不觉得丢人 我为什么要觉得丢人 婆婆恼怒地说 那是因为你生不出儿子 家明才会在外面找女人 我气得发抖 简直不敢相信她 也是个女人 怎么能对女儿这么歧视 我朝着周家明冲过去 婆婆见状赶紧来阻止 我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婆婆愣了一下 立刻叫道 打老人了 天哪 我不活了 想到这一年来 我为她尽心尽力 想到这些天给她煲的汤 我气得不行 这一巴掌 根本不足以解我的愤怒 我又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你大声喊吧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婆婆被吓住了 不敢再哭了 就在这时 周家明一把推开我 狠狠给了我一耳光 你闹够了没有 这一巴掌 打得我头晕目眩 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的心也随着这一巴掌彻底碎了 一个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和孩子 我不闹 难道还要接受吗 小姨扶着几乎昏厥的婆婆 责怪我 你怎么能打婆婆 她是你的长辈 连病人都打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 很快 大舅他们也赶了过来 大舅说道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 非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仿佛我是那个不懂事 无理取闹的人 周家明把病房的门关上 冷冷地看着我 这是我们从恋爱到现在整整十五年 他第一次动手打我 而此刻 我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样 只听他说 小璇 你想清楚 你在这里闹什么都没用 大不了我们离婚 可如果离婚 你一分钱也分不到 星星的抚养权我也不会给你 就算孩子跟你 你能负担得起他的高额学费吗 如果他跟我 就由小雨或者我妈带着 你忍心让他跟别人吗 想到星星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星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也是我的软肋 这些年 我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星星和周嘉明身上 他们是我生活的全部 而周嘉明正好抓住了我的命门 我怎么也没想到 当年为了家庭妥协 替他照顾好老人和孩子 今天他竟然拿女儿来威胁我 我站在那里 听着他家人七嘴八舌地劝我妥协 他们全都在说周嘉明对我多么好 周嘉明继续说道 你朋友不也是这么过的吗 小璇 我不可能和小雨分开 但也不想离婚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就行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不好吗 我快要被气笑了 原来男人无耻起来可以到这种地步 可我孤立无援 正如周嘉明说的 我没有工作 早已与社会脱节 这些年 我所有的吃穿用度全靠他提供 我该怎么办 一边想歇斯底里 一边又被现实困住 还没想好怎么办 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说星星发烧 要带他去医院检查 竟然在这种时候 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事 去接孩子 我看着周嘉明 我们十多年的感情 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放下 我说 星星发烧了 老师让我带他去看医生 周嘉明却说 我走不开 小雨这里需要人照看 我的心越来越凉 我问他 星星不是你的孩子吗 你指过那个孩子 星星就不是你的吗 他说 孩子一直是你在照顾 小璇 你别闹了 行不行 我一个人去了学校 脸上肿得老高 路上全是异样的目光 只能去药店买了个口罩戴着 把女儿送去医院 我看着星星烧得通红的脸 心里的情绪几乎要崩溃 星星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问我 妈妈 你是不是哭了 我心里更加难受 勉强笑了笑 没有 妈妈没哭 只是眼睛里浸了沙子 妈妈 为什么戴着口罩 女儿问道 我压抑住所有的情绪 微笑着回答 因为妈妈也感冒了 怕传染给星星 星星替我擦了擦眼泪 说 妈妈 我帮你吹吹吧 我说好 星星便小心翼翼地帮我吹眼睛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拿起手机 大概是想看看周家明有没有给我发信息 但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条好友申请 我点开一看 验证信息写着 小璇姐 我是何晓宇 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 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加我微信 是想炫耀还是挑衅 我紧紧握住手机 最后还是点了同意 几乎在我同意的瞬间 何晓宇的微信消息就发了过来 小璇姐 家明是真的爱你的 如果她不爱你 早就和你离婚了 她和我在一起不过是想要个儿子 不想让你再受生孩子的苦 你放心 我绝不会破坏你们的婚姻 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在 如果我真想破坏 你早就找过来了 我看着她的消息 忍不住笑了出来 多可笑啊 一个小三 和我老公生了儿子 还能说自己不是来破坏婚姻的 我控制不住地点开了她的朋友圈 然后看到了她和周家明的点点滴滴 他们有一起去马尔代夫的照片 有坐游艇的照片 还有看日落 周家明给她各种惊喜的场景 而这些照片发布的日期 正是周家明告诉我她要加班或出差的日子 照片中的何小宇笑得灿烂 年轻漂亮 充满胶原蛋白 一看就是被宠爱着的模样 而当他们在享受这些时光的时候 我却在家里伺候她的母亲 我退出了她的朋友圈 心中满是怒火 开始在网上搜索 关于应对老公出轨的办法 就在这时 我收到了朋友的信息 听说家明出轨了 还有小孩了 他劝我说 小璇 现在的男人都这样 只要他还给你钱 你就凑合过吧 争取多弄点钱 离婚的话 你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上班 女儿的学费也不便宜 到时候就知道难了 我看着这些信息 心里充满了不甘心 我怎么可能甘心 他们这样践踏我的感情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但我也知道 现在不是和她闹翻的好时机 那天晚上 女儿梳完夜 我不想回家 却突然发现 除了家 我竟然无处可去 最后 只能回到家 一进门 就看到周家明等在客厅 说想和我谈谈 女儿已经睡着了 我问 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前年三月 也就是说 已经两年了 这两年我到底有多迟钝 多信任她 竟然毫无察觉 我接着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 你还是继续照顾我妈吧 小宇刚生完孩子 身体虚弱 如果你有空 我真是从未想过 曾经深爱我的周家明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她不仅让我继续照顾她的母亲 甚至还想让我伺候她的小三座月子 我终于明白 她想让我做他们一家子的保姆 让他们逍遥快活 我和她相爱了十五年 结婚七年 没想到在她心里 我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 女人一旦有了孩子 没有工作 身份就变成了家庭主妇 所有的弱点都被人捏住 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 但此刻我只能假意与她周旋 我说 你总要给我点安全感吧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把所有钱都给了何小宇 她淡淡地说 我每个月给你三千块 你的生活应该够了 如果不够 可以再问我要 听到这话 我只觉得自己像个乞丐 我冷冷问她 那你每个月给何小宇多少钱 她没有回答 我便知道 肯定远不止三千块 那一刻 我真想拿起刀砍她一刀 我们在一起时 她家里并不富裕 是我陪着她一路打拼过来的 可现在 所有的辛苦在她眼里 竟然如此廉价 甚至她觉得能给我这些 已经是对我的施舍 我应该知足 但凭什么 我陪她吃了这么多苦 等到该享福的时候 她却把这一切都给了别人 我假意与她僵持了一个星期 最终为了女儿和钱 我不得不妥协 回去后 我照样给婆婆送汤 婆婆阴阳怪气地说 之前不是挺硬气的吗 怎么现在鼓气呢 我低头给她盛汤 她却一挥手把汤撒在了地上 我看着她 一时间竟然没敢说话 等反应过来时 她冷笑着说 看什么看 上个星期那么硬气 现在还不是乖乖来伺候我 没有家明你算什么东西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不仅如此 现在周家明竟然把何小宇拉进了家族群 婆婆在群里公然叫她儿媳妇 还问她有什么想吃的 叫我来给她做 小姨在群里问 和好了 婆婆回答 不和好能怎么样 我就说她离不开家明 大舅妈劝我 小璇 现在小雨已经生了孩子 是周家的亲人了 大家还是和气一点吧 何小雨在群里甜甜地叫婆婆和大舅妈 像个小女生一样撒娇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收起手机 继续给何小雨送汤 何小雨才二十岁 年轻得很 而且她似乎很想和我搞好关系 很快 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思 她只是想享受生活 根本不愿意伺候周家明的母亲 只要我在 她们的感情反而更好 可是她们的幸福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为了掌握更多的证据 我假意与她成了朋友 没事还帮她看孩子 何小雨和我表现得十分亲热 但从不提周家明给她多少钱 也不让婆婆去看她的孩子 嫌弃婆婆是个病人 对她非常不耐烦 然而 婆婆在我面前横行霸道 在她那里 却只能忍气吞声 与此同时 我开始在外面报补习班 收集他们一家相处的所有证据 悄悄录音 等待时机 我终于发现 周家明居然给何小雨买了一套房子 而且是在一个高档小区 无论是格局还是环境 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何小雨喜欢玩乐 周家明经常带她出去旅行 我常常在婆婆的病房里 看着她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去度假 虽然我已经接受了她们的关系 但十多年的感情 每每看到这些 心里还是难受得快要窒息 我从来不知道周家明的具体收入 但有一天 趁她喝醉了躺在家里 我偷偷拿了她的手机 查看了她和何小雨的聊天记录 看着她每个月给何小雨的转账 零零散散加起来都有上万 甚至有十几万块 还有她给她买的各种奢侈品 化妆品和包包 而她给他们儿子买的东西 价格比给我女儿买的贵了好几倍 虽然我女儿读的是贵族学校 一年学费要十几万 但周家明在我面前 一直表现得捉襟见肘 弄得我以为她已经把大部分钱 花在了家里 买东西也不敢挑贵的 现在回头看 简直可笑至极 我把所有的转账记录截图保存 又登录她的银行卡 查了账户的明细 一一导出发到了我自己的手机上 但我没有查到周家明给何小雨买房的银行流水 这样看来 有两种可能 要么她的钱并没有存在自己的账户上 要么她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银行卡 我翻了翻她的钱包 发现里面确实有好几张卡 我试着登录 但密码不对 没法进入账户 原来她早就防备着我了 我拿着这些证据去咨询了律师 以为凭借这些证据离婚时 我可以分到不少钱 毕竟周家明现在收入不错 给何小雨买了房子 如果能追回来 我应该可以分到一些 可现实比我想象的残酷 律师告诉我 即便有她出轨的证据 我不仅分不到钱 甚至可能净身出户 我不相信 以为律师在胡说八道 质问她 她出轨了 还给情人买房 难道我不能追回这些钱吗 律师无奈地看着我 说 你根本不知道她是否用自己的银行卡买的房子 也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 如果她从你们结婚开始就把钱转给了她妈妈 除非你能证明 你们的感情早就破裂 否则法院只会调取你们离婚前一年的流水 你根本不知道她赚了多少钱 别说分她的工资 你能分到的上限可能只有一年的生活费 她又问我 你们的房产是谁买的 前几年 周嘉明卖掉了你们以前的房子 重新买了一套 但钱是谁出的呢 我答不上来 律师继续说 如果钱是她母亲出的 房产只写了她的名字 那这房子属于她个人财产 和你无关 他最后还告诉我 我争不到孩子的抚养权 最多只有探视权 而如果周嘉明把孩子送到国外 不让我探视 我连见孩子的机会都没有 听完律师的话 我觉得天塌了 眼前一片黑暗 事实比我想象的更残酷的多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可三个月后 我竟然意外发现了周嘉明涉及非法操作的证据 既然离婚这么难 他对我如此无情 那我也不会再留情面 可是当我拿着证据准备反击时 心里又犹豫了 如果她出事 我女儿的学业该怎么办 难道我要让她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 最终我还是去咨询了律师 律师让我仔细考虑清楚 没想到这一次 我并没有那么幸运 当我见律师时 周嘉明的家人碰巧听到了全过程 他们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周嘉明 等我回家时 星星已经不见了 他们把她藏了起来 周嘉明愤怒的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怒吼道 你想把这个家搞散是吗 可是 真正想毁掉这个家的人 从来都不是我 我看了一眼婆婆 她脸色铁青 身体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问 星星呢 周嘉明冷冷地说 你想搞我 还想见我们的女儿 陈小璇 咱们十多年的感情 你就这么想要我死吗 我反问 既然你知道我们有十多年的感情 那你为什么还能这样对我 她要我交出证据 我强忍泪水 死活不肯 很快 我就收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是我女儿被打的画面 我怒吼道 周嘉明 你还是不是人 你连自己的女儿都打 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你这个恶魔 周嘉明冷笑着说 你都想让我死了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小璇 听话 把证据交出来 你真的舍得让我完蛋吗 我捂着脸 恨恨地盯着她 只想一把把她掐死 可当我收到第二段视频时 我彻底妥协了 视频里 星星哭喊着妈妈 妈妈 我怕 我害怕了 我看着周嘉明 说 把星星还给我 再给我三十万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你 我了解周嘉明 三十万对她来说真的不多 可即便这样 她还是冷冷地说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小璇 你想干什么 婆婆尖叫道 不能给她钱 那是以后给我孙子的 我看着周嘉明 冷冷地说 你给何小雨买房子 每个月给她几万块 却舍不得给你结发妻子三十万 我只想要一点生活保障而已 她沉默不渝 我眼圈红红的 不给吗 好 不给 那大家都别想好过 咱们一家三口 一起下地狱 说完 我转身准备离开 见我来真的 周嘉明问 这些证据 你还有备份吗 我冷冷地回答 我一回家就撞见你了 哪有时间备份 周嘉明让我把证据交出来 我坚持要她先把钱转给我 并把星星带回来 周嘉明冷笑道 你不信我 我反问 我还能信你吗 最后 她给我转了钱 这次 我多了个心眼 让她从她自己的账户转的 自从那件事后 婆婆对我和星星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 言语中充满了尖酸刻薄 甚至有几次她还试图对星星动手 但幸好周嘉明还没完全桑尽天良 至少对女儿还是有些关心的 那天之后 周嘉明似乎有意缓和我们的关系 试图给我洗脑 说 你不要在家里干别的 每个月我还是会给你钱 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我已经心灰意冷 只淡淡地回应 我知道了 大概周嘉明觉得这次我彻底无法翻身了 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因此再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直到有一天 我在何晓宇住的小区里 碰见他正和一个男人争吵 那个男人似乎是来找他要钱 何晓宇愤怒地说 我没钱 你不是攀上了周嘉明吗 我听说 他有的是钱 我赶紧打开手机录音 本以为何晓宇只是出轨 没想到听到了更劲爆的消息 何晓宇说 肖骏辉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我养着我们的儿子 没找你要过一分钱 你现在还好意思三天两头找我要钱 肖骏辉笑嘻嘻地回应 你攀上了周嘉明这个大款 还要我出什么钱 那一刻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真是天道好轮回呀 我没有立即拆穿这一切 因为这一年来 我的隐忍反而让何和小雨的关系没那么糟糕 甚至没有像我和周嘉明那样敌对 趁着一次他的孩子生病无人照看的时候 我主动帮忙看孩子 并偷偷拿到了孩子的头发 随后 我又找机会拿了周嘉明的头发 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孩子果然不是周嘉明的 拿到结果那天 我把星星从学校接回来 没有回家 而是带他去了酒店 星星问 妈妈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外面 我眼眶湿润 轻轻抚摸他的头 温柔地问 星星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 你想跟谁住 星星低着头 眼泪一滴滴落下 他才五岁 看起来还很小 却已经明白了很多 他说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 他小声问 爸爸是不是有别的宝宝了 我愣住了一瞬 这件事我一直瞒着他 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 星星回答 奶奶老说 我是赔钱货 说爸爸不要我了 因为他有了小弟弟 听到这里 我心痛地说不出话来 过了许久 我才说到 爸爸是爱星星的 奶奶说的那些都是胡话 至少爸爸当初是爱你的 现在应该也是有感情的 我希望他能在爱的包围中成长 哄星星睡着后 我打开手机 把几天前录下的何小宇和那个男人的对话 还有亲子鉴定的结果发到了家族群里 并爱特了周家明和婆婆 我写道 恭喜你们 辛辛苦苦替别人养了个儿子 与此同时 我还把我这段时间收集的所有证据 包括周家明出轨 婆婆的尖酸刻薄言论 以及他们逼我与小三和平共处的录音 全部发布到了网上 连带着亲子鉴定结果也放了出去 还附上了我老公亲戚平时劝我的那些话 并顺便爱特了几家媒体 等我做完这些再回到家族群 群里已经炸开了锅 大舅在群里质问 小璇 你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为了挑拨离间才发这些的吧 小姨则说 可是这不是小宇自己的声音吗 婆婆彻底气疯了 骂道 陈小璇 你发什么疯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冷笑着回复 是不是胡说 你去问问小宇 或者自己做个鉴定 不就清楚了 替别人养儿子是不是很开心 接着我又爱特了小姨 小姨 差点忘了告诉你 你老公在外面也养了个女人 你记得要和对方和平共处啊 这些事情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后 特意留意查出来的 我把小姨夫在外面养女人的所有信息都报了出来 小姨立刻爱特了小姨父 老公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女人 这是什么意思 婆婆爱特了何小宇 但何小宇立刻退了群 结局可想而知 我又爱特了大舅 揭露她的女儿在外面当小三 被原配当场抓奸打了的事情 我问她 你劝我和周嘉明和平共处 是不是因为你女儿也当了小三 所以你能感同身受 我把她女儿出轨被打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还发到了他们的小区业主群 与此同时 关于周嘉明的丑闻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毕竟老公出轨 还威胁老婆与小三和平相处的事情 本就足够离奇 再加上辛辛苦苦替别人养儿子 更是炸裂 媒体封了一样传开 紧接着 我的手机也开始疯狂响起 周嘉明打来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 周嘉明怒吼道 陈小璇 你干什么 赶紧把网上的东西删了 自从事情发生以来 我一直隐忍 如今只觉得无比解气 我冷笑着说 替别人养儿子 滋味好受吗 周嘉明气急败坏地说 你把这些发到网上 让你女儿以后怎么做人 我讥讽道 别跟我讲道德绑架 你们一家禽兽做了那些事 还好意思谈什么做人 犯错的不是我女儿 她做人有什么问题 她说 你在哪里 我们见面谈谈 我冷笑一声 怎么可能和她见面 直接挂了电话 我就是要让这一家子不得安宁 等到我做完这些 手机几乎被他们一家打爆了 其中还有大舅的电话 我没理会 直接挂掉 关了机 然后去法院起诉离婚 我以为起诉离婚 已经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解决方式 没想到第二天 周嘉明就给了我一个大礼包 他找不到我 就去找何小宇 质问孩子的事情 结果何小宇没忍住 当场承认了孩子不是周嘉明的 还骂他 就你这样的人 我看着都恶心 还妄想我给你生孩子 你做梦去吧 周嘉明气得和何小宇打了起来 竟然被何小宇失手推下了楼梯 头撞在墙角 当场死亡 而我婆婆在同一时间也出了事 孙子和儿子双双受难 他受不了打击 晕倒被送进了医院 连周嘉明的后事都没人处理 他的尸体还留在何小宇的房子里 亲戚们没有一个感动他 等婆婆醒过来后 立刻给我打了电话 这次我接了电话 他竟然还能对我恶语相向 你这个疯女人 你害了嘉明出世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但我冷笑着回道 是啊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婆婆怒道 你难道没有心吗? 他可是你老公 我讽刺地笑着回应 当初你们那么对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他也是我老公 他的尸体臭了也好 烂了也好 关我什么事 婆婆气得吐血 但也只能拖着他那病弱的身体去为儿子操办后事 而在整个过程中 我一次也没有回去 带着女儿住在酒店 平时家里的大小事物都是我在处理 但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家里的亲戚们因为网上曝光的资料也受到了波及 个个对他们家恨之入骨 小姨更是在家里哭天枪地 不仅如此 周嘉明还被自己的儿子和小姨夫抓住 他在小姨夫的车里与小三私混 小姨坐在车前盖上让她下车 小姨夫却直接发动了车 将她拖了十几米 因为周嘉明的事情本来就在网上热议 她亲戚家的各种丑闻也被网友扒了个干净 一家人都没有脸见人 整个葬礼 只有我婆婆一个人处理 她哭晕了一次又一次 她试图报警 想对何小姨报复 但由于周嘉明当时是带着刀去的 还在何小姨身上捅了一刀 因此何小姨只是正当防卫 反倒是她还找人狠狠教训了婆婆 婆婆喊天不应 较地不灵 等她处理完周嘉明的后事 又一次住进医院时 才开始回想起我的好处 毕竟这个世界上 她唯一的孙女就是星星了 她开始打电话问我 女儿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同时 我也开始与她打官司 要求分割周嘉明的财产 在见到婆婆时 她已经在医院里生活不能自理 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 而何小宇竟然还到医院找她要钱 婆婆不肯给 何小宇当场对她动了手 骂道 老不死的 那房子是你要找人卖的 我这才知道 原来何小宇住的那套房子竟然是周嘉明用婆婆的银行卡全额支付买的 和她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婆婆在病床上哇哇大叫 气得说不出话来 何小宇从病房出来时 正好撞上我 她看着我 阴阳怪气地说 你现在满意了吗 我淡淡地回应 多亏了你 何小宇被气笑了 抬手想朝我扇一巴掌 别骂 你何必这么做 让大家都不好过 真亏我还那么信任你 你这个贱人 我躲开了她的手 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先找上门来了 何小宇气得浑身发抖 但她那娇嫩的皮肤 哪里是我这个多年来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的对手 等她离开后 我走进病房 婆婆看到我十分激动 四处张望着问 小星星呢 小星星呢 哼 以前她可从不这样叫我的女儿 我冷冷地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见她 婆婆带着哭腔说 我错了 家明已经没了 那个见女人的儿子根本不是家明的 我只有星星这一个孙女了 你把星星带回来吧 只要你愿意照顾我 下半辈子 我会把家明放在我这里的钱 全都给你和星星 我听后微微一笑 走上前把她额前的发丝别到耳后 冷冷地说道 还想让我照顾你 你算什么东西 你卡上的钱 本来就是我和家明的共同财产 现在家明死了 我有权利追回这些钱 你不知道吗 我冷笑道 你这辈子就这样在养老院里苟且活着吧 至于星星 我已经给他改了姓 早就不是你们周家的人了 你这一辈子 不仅把自己儿子养死 还断了自己的香火 这就是你的报应 真正清算周家明财产时 我才发现 他这些年转移了多少财产 相比之下 他给我的那点钱根本不值一提 难过吗? 当然难过 可现在也无所谓了 我向法院申请追回了何小宇那边的房产 还卖掉了自己原来的房子 退了家族群 带着女儿重新买了一套新房 开始做些小生意 至于婆婆 她被送进了养老院 像她这种没有子女照顾的老人 去养老院自然不受待见 更何况她儿子的丑闻闹得这么大 谁看到她不止这点点几句 不过我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了 只是有一次 听朋友说起 你那个婆婆在养老院好像被虐待了 身上都烂了 也没人帮她擦一擦 估计现在肠子都毁清了吧 我平静地回应 是吗? 朋友笑着说 活该 幸好你走出来了 是啊 幸好我走出来了 我看了看万表 已经是星星放学的时间了 我向朋友道别 去了星星的学校 远远的 我就看到她穿着校服从学校里走出来 脸上洋溢着笑容 夕阳的余灰洒在她身上 她看到我 眼睛一亮 喊着妈妈就朝我跑了过来 我也笑了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星星 想妈妈了吗? 她脆生生地回答 想 如今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幸福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说婆婆给我妈打电话说明天要过来 电话里还说缠我妈做的酱炖鸡鱼了 问明天做不做 我想抢过电话问问她要不要脸 我妈回了句 好勒 亲家 明天给你炖一条 还想吃啥 一会儿微信给我说 然后她就匆忙挂了电话 您那么惯着她干什么? 您是我妈 又不是她妈 我有些恨铁不成钢 我妈则苦口婆心地劝我妈 就在这住这么几天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 闹得大家不开心 真要吵起来 咱们是痛快了 等我回去了 你自己一个人怎么面对她?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还怕了她 而且我妈还不知道我打算离婚的事 也是 这事大概连我老公都没察觉出来 好了好了 反正苗苗也念叨好几天要吃鱼了 就当是给我小外孙女儿炖鱼 顺带请她尝两口 好不好 我妈搂着我说着俏皮话 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 因为我刚做了手术 不能长时间走路 所以我妈闷好了米饭 就去接苗苗 看着我妈匆匆离去的背影 我不禁感叹 到底是亲妈心疼我做手术 没办法带孩子 二话不说 放下家里的买卖 就来照顾我 不像某些人 趁着这会儿 我看下微信 翻到老公他们家族群里 又是九家消息 正想清空退出一条龙 却看到 有人在里面拉了我大表哥家人们 我明天早晨的火车到哈城 有没有要来接站的 我婆婆 我来 几点到站 发过来 我跟你二姑父 去接你大表哥 太好了 二姑 到时候你炒俩菜 我跟姑父好好喝两杯 我婆婆不用出站 咱们直接去庆风家 小娜她妈来了 我一直跟她说 你可优秀了 她听说你要回来 特意嘱咐我把你带过去 给你炖鱼吃 其他人看婆婆这么说 开始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无非是早就听说小娜她妈炖鱼好吃 一直没口福 婆婆一听来劲了 招呼大家要来的 赶紧报名哈 晚了我告诉你们 酒可不够喝 忘了说了 张庆风是我老公他们口中的小娜 正好就是我 我大概看了一眼 明天要来我家的 有我老公大姨 我老公二表哥 二表嫂 还有我老公表妹一家 大家在群里一个劲地报菜名 嚷嚷着不醉不归 婆婆特别豪爽 那必须的 咱们一家人都好长时间没聚了 居然没有人意识到 对于这件事 我同不同意 我妈同不同意 后来二表嫂在里面说了一句 小娜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咱们这么多人过去 会不会太闹了 要不还是来我家吧 婆婆回了一句 没事 小娜要是起不来 就在卧室躺着呗 咱们聊咱们的 反正庆风家里够宽敞 咱们人多都能坐下 再说了 我都跟小娜她妈说好了 人家东西可能都准备完了 到时候 咱们不去多不好 你说是不是小娜 然后就挖了我一下 我顾不上生气 直接把电话打到我老公那里 群里消息你看了吗 我老公有些猛 说自己之前一直在开会 钢官调免打扰 我耐着性子把群里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想看看她什么反应 如果她有这么一次 就这一次跟我一起义愤填膺 那么我自然有不伤大家面子的解决办法 但是她要是还想祸悉尼 那我就只能让他们自己收拾烂摊子了 大哥难得回来一趟 我又不在家 咱们家总得出来一个人主持大局 咱妈这事儿做得挺敞亮的 老婆你就别计较太多了 而且咱妈话都说出去了 咱们要是不配合 到时候她多没面子 我都气笑了 张庆枫 我发现你跟你妈一样 什么事儿都喜欢大包大揽 他们送家那么多人 就显着她一个人了 是不是你妈要面子 想尽地主之意可以去饭店 去她自己家 凭什么拿我妈当老妈子使唤 我是跟你结婚了 不是带着我们家人 卖给你们老张家 老送家了 我告诉你 明天这顿饭 她爱怎么安排 想拿我妈送人情 没门 挂了张庆枫的电话 我就求助我哥接我们回家 我妈带着苗苗回来时 看我在收拾东西 忙问我怎么了 听我说完前因后果 我妈脸色也很不好看 她是为了顾全大局 可以稍微让自己吃亏 但是也没谦卑到乐意去伺候一帮不相干的人 他们不要脸 我无差别 对就是了 可是我的枕边人 她永远都是一副霍西尼希望我多担待的态度 结婚这几年 我不说养了个儿子 却也总是不停地委屈求全 在她和她妈装大头的时候擦屁股 回到家邻居王阿姨看到我们大包小果还好奇 不是说你做手术了吗 这还没恢复吧 咋就回来了 我笑着解释说家里有事 王阿姨也不好多问 只能嘱咐我刚做完手术 得好好养着 可不能来回折腾 你妈也是的 劝着点 你看连邻居都知道我做了手术需要静养 而他们呢 不帮忙就算了 还总嫌我不够辛苦 晚上张庆枫给我发了微信 说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她之后会好好跟婆婆说 让我不要计较 我回了个呵呵 就不再说话 晚上十点半 婆婆依然没有给我 或者给我妈发消息 告诉我们明天要带人去家里 大概事情又要像几个月前那样 人都到楼下了才通知我们 大概是九个月前我们搬了新家 婆婆前一天晚上说要来看苗 张庆枫当然表示欢迎 并且告诉她快到了先打个电话 因为我们要带苗苗在小区里面玩 怕她没有钥匙进不了屋 第二天上午 我们刚带苗苗出去没多久 她打电话过来说到楼下了 张庆枫就告诉她我们的位置 想等苗苗玩够了一起上楼 挂了电话不到三分钟 她又打电话过来 意思是她带了张庆枫的大姨还有二表哥过来 要一起给我们新家暖居 让我们马上回去开门 当时我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这是我家 她凭什么不打声招呼就带人过来 进屋说了没几句话 她就自作主张地吩咐我们 今天人多 咱们吃火锅 我不想同这些不喜欢的亲戚假装热情 就跟张庆枫下楼一起买食材 苗苗留在了家里 等我们回来时 婆婆和大姨穿着进来的那身 一左一右歪在卧室的床上 苗苗坐在中间看平板 妈 家里这么多人 能陪孩子玩就别让她看平板了 婆婆没听出我不乐意 笑呵呵地答应着 我又看了眼早晨新换的床单 内心有些无语 苗苗 怎么裤子都没脱就上床了 外面多脏 您给她脱掉吧 张庆枫 听我这么说赶紧过来 妈 大姨 你们俩不热吗 把外套脱了 婆婆和大姨总算明白了我什么意思 对视了一眼 从卧室出来 明明我们出去买食材的时候都确认好了 只有婆婆 大姨和二表哥 等我们准备齐全开始洗菜了 婆婆又打电话摇人 一会儿是忘记跟表嫂说了 一会儿又是邀请小舅来喝酒 张庆枫看出来我不乐意了 也不敢吱声 只能一趟一趟下楼继续买肉买菜 那天那顿饭吃得真是一言难尽 中途婆婆接了个视频 是她什么朋友约她句句 不行 我在孩子这儿 俩人聊了几句 听说她朋友就在附近 婆婆立马又开始送人情上楼来吃口饭吧 孩子刚搬完家 帮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他都没问我和张庆枫是不是同意 就邀请了人 我把筷子一扔 你们慢慢吃 我去哄苗苗睡觉 之后我关上了卧室的门 没去管客厅的人都是什么脸色 晚上婆婆打电话 说我下她面子 我也没惯着她 你能不能有点边界感 带人来我们家 不用跟我们打声招呼吗 没问我们欢迎吗 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当这是宾馆吗 你要是说 没分家都是一家人 那您怎么不帮忙带苗苗 反倒是自己出去逍遥快活 我的几连问 让她招架不住 她只能在电话那头叫着 让张庆枫接电话 你把电话给小枫 我要问问她 就这么由着她媳妇 排挤她亲妈 她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俩天天联系多密切啊 隔三差五 就给她发什么预期之数 什么人老猪黄不值得 你们俩背后要区区啥自己聊去 别浪费我电量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再后来就是张庆枫跟我装糊涂 居然还指责我不懂事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家 每次一聚餐 你不是推三阻四就是甩脸子 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 呵呵 在这给我装糊涂呢 是吧 也对 一大家子十来口人集体装糊涂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生孩子之前还没什么 生完苗苗之后 特别是她小的时候 每次吃饭我都手忙脚乱 这边苗苗还没哄好 那边不喝酒的都已经撤桌 开始打麻将了 张庆枫 你扪心自问 我跟你们聚餐 吃过几顿饱饭 不说别人 连你孩子亲爸 从来都没有过来搭把手 我TMD是有自虐心理吗 每次都跟过去躲厨房扒了白米饭 那是我们在新家的第一次争吵 冥冥之中 我就感觉往后的日子大概不会是新的开始 迎接我们的只能是一地鸡毛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我在监控里看着入户门被打开 婆婆笑呵呵地邀请大家进屋 然后看到屋里空无一人 她傻眼了 不一会儿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懒洋洋地接了起来 喂 小娜 你跟你妈去哪了 不是说好了炖鱼吗 这都几点了 我看米饭都还没问上呢 这会儿再准备也来不及了 要不中午还是吃火锅吧 你们回来把肉啊菜啊的都买了 我跟你说的多买点啊 今天人多 呵呵 这是掐好了时间就带吃饭的嘴来了 还真把我家当宾馆饭店了 为了不想让她知道我跟你关系不好 就会忍气吞声 她不是没在我妈面前说过我不好 也曾经当着我妈的面在我发怒的边缘疯狂蹦跌 不过那时候我年轻 没有战斗经验 加上以为不让我妈操心 就是孝顺 所以忍忍就过去了 可是这次她居然还想拿捏我妈 那我绝对不能忍 索性就把事情彻底闹大 那你说 现在怎么办 话我都说出去了 人我也带过来了 你们说撂挑子就撂挑子 我多没面子 我实在是忍不住笑了 您这叫不长记性 上次我说的话 你是一点没往心里去啊 你没面子 你自己为老不尊上蹿下跳 做掉发的事 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其实最开始 我对婆婆的态度并没这么恶劣 至少表面上都能说得过去 一切都是从我生下苗苗开始 或许也可以说是从我生下苗苗开始 她逐渐暴露本性 我也慢慢看清了他们都是什么嘴脸 我跟张庆枫自由恋爱 婆婆当时不太同意 可是那时候张庆枫非我不娶 婆婆自己又立身不正 所以我们结婚的使她插不上手 用她后来跟大姨的话说 只能捏着鼻子韧了 很久以后我才悟出来 谁嫁给她儿子 她都不会满意 因为她内心矛盾 且心理变态 虽然她跟我妈说 男孩女孩都喜欢 可是住产是他们八卦的时候 被我听到了 听说我生了女孩后 婆婆那张脸 瞬间就拉下来了 转头就走 再后来 无非就是坐月子期间 各种细碎的折磨 她知道我不吃熟蒜 但是给我做的菜里面总是把蒜切得碎碎的 挑都挑不出来 最开始 我以为她是为了让我营养均衡 煞费苦心 所以咬着牙齿 直到有天中午 她以为我睡着了 跟张庆枫她 大姨打电话时说 哼 她不吃啥我做啥 时间长了 我就不信她不让她妈来 生了个赔钱货 还想让我当祖宗供着 真是一响天开 那天我气到毒奶 好在那时候 张庆枫站在我这边 所以 即便她如愿以偿回去了 也没捞着什么好 两天后 张庆枫出差提前回来 要接我回家 给她妈 她大表哥等人赔礼道歉 我搁一个拳头挥了过去 你TMD还有没有心 我妹刚做完手术 你让她回去给那帮人做小伏地 张庆枫捂着脸瞪着我哥 好好说话 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知道奶奶刚做了手术 他们也不能真把奶奶怎么样 就是走个过场 给大家一个台阶 你也知道 我刚做了手术 那你觉得 这么几天 折腾我好几趟合适吗 我冷冷地开口 张庆枫有些不知所措 我让我哥赶紧去饭店忙 自己跟张庆枫单独谈谈 那那 张庆枫以为像往常一样 跟我说几句软话 再破我几句就能让事情过去 所以要过来抱我 我忍着伤口疼躲开了 直白地跟他说离婚 离婚最主要的 无非就是孩子 房子 票子这三样 我都细细筹谋过 现在提出来 时机刚刚好 张庆枫有一瞬间的愣神 然后就抓着头发 在屋里抱走 为什么呀 就因为我妈不打招呼 带人去了几次家里 不至于吧 我摇摇头 远不止这些 那样的婆婆 就跟一坨臭狗屎一样 总会时不时地做一些让人作呕的事 你们母子俩一脉传承 都喜欢孝心卖包 三年前他说 你姥姥小时候给你买过糖块 就要把你姥姥送到我们家养老 最后怎么解决的你 不会不记得吧 张庆枫听我这么说 脸上有些不自然 那件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还提他干什么 再说了 这跟咱俩现在谈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当初要不是我连夜打车去婆婆家门口闹了一通 那件事哪能那么轻易过去 以后等他老了 为了不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你肯定会把他接来家里 你要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 而我在家做自媒体 到时候到底谁在尽孝 被我戳穿心思 张庆枫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你也说了 他一直都是爱吃爱喝 爱美爱玩风闹的性子 现在没住在一起 他都能时不时地自作主张带人上门 等到真把他接来 还不天天在家开party 张庆枫想要开口 我却不想多听他说一个字 忍了这么几年 我真是再也不想伪装了 其实最让我伤心的是你的态度 你明知道我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 上次我的表现你不是没看到 可是你总想粉饰太平 要不是当时苗苗小 我收入不稳定 我早就去赴刘女了 张庆枫 我做手术时 你不想家里担子都落在自己身上 所以借口出差逃避 我可以假装看不出来 你说你妈性子跳脱 被拘在家里会憋出毛病 不能带孩子 也不能照顾刚做完手术的我 正好我也不想看到她 可是我妈六十岁的人了 我那婆婆想让我妈给那些 我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次面滴 亲戚端茶到水 多大的脸 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对我的态度 你自己都没把我放在心上 他们自然也想在我身上占便宜 这么多年了 我发现想要改变你实在是一个笑话 那我还不如给自己换一个环境 张庆枫一直打电话过来 我全都拒接 只回复她除了离婚的事情 其他免谈 她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 因为我多一个字都不想跟她说 发来的文字语气越来越差 老婆出差 给你带了礼物 接你回来 看看喜不喜欢 咱俩之间本来也没什么原则问题 真没必要上纲上线 乖 闹也要有个限度 大哥都要回去了 你一次面都不录 说出去像什么话 后来的态度就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了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离了婚 你能干什么 这么多年 要不是我养着 你早就喝西北风了 还天天这是那时的 我告诉你 别不识好歹 是啊 如果不是因为她姥姥养老那件事 让我幡然醒悟 现在的我怕是真没有勇气提离婚 当初生下苗苗 她说婴幼儿时期 母亲的陪伴特别重要 正逢那个时候 我母爱泛滥 就同意了做全职妈妈的建议 她以为让我跟社会脱轨 几年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就只能过掌心向上的日子 就可以随意拿捏我 做梦在我的认知当中 把人带到家里 让我妈伺候 已经够恶心了 万万没想到 他们能用自己的无耻 一次次刷新人性的瞎嫌 又过了两天 接到我哥电话 又有警察去了我家饭店 说是有人报警 怀疑我妈偷了东西 当时正是饭店 因为警察上门 还没点单的客人全都离开了 已经点单的也要求不做了 要退钱 原本这件事 我哥是不想告诉我的 怕影响我养病 可是警察把我妈带走 例行询问后 张庆枫走了过来 说可以私了 前提是我接电话 娜娜 你们家饭店 毕竟也是小有名气 要是因为偷到影响了以后的客员 就得不偿失了 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所以咱们不如各退一步 回来继续做我的全职太太 相夫教子 岁月静好 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 我回给他一句经典台词 这福气给你 要不要 张庆枫给警方提供的镯子购物发票 是真的 将近四十克的金镯子也确实存在过 可是前段时间婆婆来我家看我 带着后哭哭啼啼的 说自己六十多岁了 还没见像样的首饰 张庆枫脑袋一抽 紧镯子就换了主人 我可以说镯子在婆婆那里 但是婆婆肯定不能承认 又或许现在金镯子已经又换了一个主人 所以张庆枫报警就是打定主意要跟我家死缠烂打 耗着我们 他没什么损失 可是我家的生意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妈年纪大了 更经不起这么被人指指点点 我一时间气得伤口疼 如果说之前我还曾为这段从校服到婚纱的感情略感惋惜 那么当她享用我妈的生育 我家的生意逼我就范时 我感受到我的逆临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当时怎么就眼瞎找了这么个小人 张庆枫说 给我一天时间考虑 我考虑个奶奶腿 我现在非常确定 这婚非离不可 这种人渣我一定得离得远远的 我先是跟警察说明了情况 并且向他们提供了一个视频 随后我又在张庆枫他们家微信群里甩了另外一个视频 并且复言以报警 不过就是以笔知道还是笔深 警察上门后 婆婆着急上火 进了医院 差点真得脑血栓 张庆枫很快就去派出所接受口头教育 接着他按照我的要求 饭点的时候到店里公开道歉 承认这是一场误会 那天要不是我和嫂子拦着 我哥能卸掉张庆枫一只胳膊 前些天婆婆带人上门不醉不归的时候 特意在卧室跟张庆枫他大一炫耀 看这镯子漂亮 我从吴娜手里抢过来的 天天在家啥也不干 还花我儿子的钱 真是美得他 有了这个视频 张庆枫所谓怀疑我妈偷镯子的谎言 自然不攻自破 至于让我那好婆婆激动到住院的视频 则是拍到张庆枫的表妹 拿走了我一个新买没多久的包包 价格比那个镯子贵那么一丢丢 在我婆婆把这个包的图片发到群里阴阳怪气的时候 张庆枫他表妹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对那个包包喜欢 我婆婆还曾口出狂言 等着哪天二姑给你拿过来 他们以为我群消息一点都不看 可是偏偏每次我都能在一堆东家长西家短的扯老婆舌中准确地捕捉到有用信息 包包是我离开时故意留下的 为的就是用它抓住某些人的把柄 我可太知道我那个婆婆最在意的是谁了 张庆枫自然也心知肚明 不过假装不知道自欺欺人 这么余孝的人 带不动就甩了得了 婆婆最疼爱的当然是她那个侄女 曾经还开玩笑跟我说 要不是法律上不允许近亲结婚 我肯定让她跟小枫亲上加亲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 双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张庆枫终于同意离婚 财产这些都比较清晰 到了苗苗抚养权这里 我们有了分歧 谁都不想放手 当被问到想要跟谁一起生活时 苗苗先问了一句 爸爸妈妈是要离婚了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一瞬间就灰暗了下来 几秒后听到她闷闷地说 我要跟妈妈 我的心跟着一通 可是我总不能放任我的女儿在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承担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长歪长残 生而为人 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也许早一点开始 她会更加坚强勇敢 被问到 为什么 苗苗很认真地回答 跟着爸爸 只有爸爸对我好 可是跟着妈妈 除了妈妈 姥姥老爷 舅舅舅妈 都很喜欢苗苗 像是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 苗苗稚嫩的小脸 又明媚起来 我最喜欢吃姥姥做的饭菜了 老爷会带我去太姥姥家里喂小兔子 舅舅舅妈经常给我买漂亮的衣服 张庆枫看不下去了 奶奶对你不好吗 奶奶也给你买新衣服啊 苗苗愣了一下 可是奶奶买的衣服都是蓝色黑色的 我都跟她说了 我喜欢的是粉色和紫色 而且奶奶每次买的衣服我都穿不进去 最后都拿给了姑姑家的小弟弟 听到这里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婆婆一张老脸通红 张庆枫不敢跟我对视 只能眼神哀怨地看向她亲妈苗苗说的姑姑就是上次拿走我包包的那个表妹 她嫁给了婆婆的妻子 家里有个比苗苗小两岁半的男宝宝 婆婆喜欢得不得了 再有自我 嫂子故作天真的问阿姨 你这当奶奶的都给我们苗苗买啥好东西了 后婆婆碍于面子 只能时不时地说要给苗苗买衣服 但是明明已经告诉了她苗苗的身高体重 她买回来的衣服裤子包括鞋总会小很多 苗苗压根都没法穿 买回来了也不好退 要不我问问姗姗看看小宝能不能穿 曾经无数次劝我的不要计较 终于化成一个个响亮的巴掌打在张庆枫的脸上 张庆枫还不死心 奶奶没给你做过 后来可能是想到我们苗苗确实没吃过她那亲妈做过的饭 又改成了奶奶没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吗 苗苗仔细回忆了一会儿 奶奶带我出去跟一群不认识的爷爷奶奶玩 他们非让我跳舞 还给我喝辣辣的饮料 我还在想辣辣的饮料是什么 就听到苗苗说对了 他们说那个饮料叫酒 奶奶还跟我说喝酒是秘密 叫我不要告诉妈妈 听到这里我火冒三丈 旁听齐的婆婆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别听小孩子瞎说 可是她的表情早就把她出卖了 她才只有五岁 她能说谎吗 我妈带着嫂子上去就把婆婆的脸抓花了 我转头对上法官大人 我要控告旁听席上的宋燕香女士引诱未成年人喝酒 事情尘埃落定 因为苗苗说的喝酒时间久远 加上前婆婆的那些朋友一个个矢口否认 没法取证 这件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这中间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 结束后 被抓伤的宋燕香坐在法院门口大哭 质问张庆锋 你就这么由着你媳妇他们一家人欺负你吗 张庆锋看到我哥钻紧的拳头 眼神闪躲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他的事我管不了 公司还有个会 我先走了 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 我再一次对自己的眼光产生了怀疑 当初白内障是布满整个脑子了吗 才能看上这么一个懦弱没担当的男人 不过没关系 我暗暗安慰自己 黄一梅那样的女子也曾经踏入不幸福的婚姻 我这样的凡人一次眼瞎也情有可原 我可以干净利落地对这段感情说放手 但是宋燕香对苗苗做的事 我永远都没办法原谅其 既然法律上缺乏证据不能惩处他 那就用我自己的方式让他恶有恶报 于是我给资方打电话 说有一个家庭伦理的新本子快收尾了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 不久后 一部名为偏偏很想你的短剧开始热播 清楚内幕的人一看 就会联想到我和张庆锋的离婚事件 不过里面挑事人的身份不再是婆婆 二是公公 最开始大家的讨论重点在于那对夫妻能否破镜重圆 你们没看剧名吗? 我敢打赌 这肯定是个哈比安迪 他们还疯狂吐槽那个叫严刑的公公是根脚屎棍 慢慢地到后来 大家发现原来还有管类青的桥段 直呼还有多少神转折是朕不知道的 原来主角是那个叫严刑的公公啊 这部剧应该叫偏偏很像你才对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宋燕香对她那个侄女的疼爱 远远超出对张庆锋这个亲儿子的喜欢 我们接触不多 但是每次她看宋姗姗以及她家小宝的眼神 除了慈爱 似乎还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总像是透过他们在看另外一个人那段时间 正巧甲方爸爸让我写一个以《甄嬛传》为背景的文案 我为了精益求精 把那部电子榨菜翻出来 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看到宋燕香跟宋姗姗之间的互动 我不知怎么地就想到了管类青 之后就越看越觉得不寻常 为了给自己的写作增加素材和灵感 我脑洞大开 想到公公死了不到一年 婆婆就改嫁他人 于是我暗戳戳地找到了张庆锋的小姑 旁敲侧击打听那个从未谋面公公的一些事情 小姑是一个因为自己哥哥突然离世 深受打击 又有苦无处说的中年女人 她对着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个干净 原来公公当年发现了宋燕香的一个日记本 直到宋燕香曾经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而宋姗姗的母亲正好是那个白月光的妹妹 联想到那段时间 童婆婆跳交易舞的老头 跟宋姗姗似乎哪里有些像 公公不淡定了 激动之下把自己送到了医院 后来那个日记本找不到了 再说那时候庆锋也大了 为了她的面子 这种事儿也不好放到明面上来说 就只能这么算了 今天要不是你问啊 小姑本来想把这件事烂到肚子里的 以后你要多提醒庆锋 别对她那个妈太掏心掏肺 凡事留个心眼 我就说嘛 宋燕香怎么就那么认真地致力于要把我跟张庆锋搅和黄了 原来是总想圆一个这辈子都没法实现的吗 和自己的表妹张庆锋 要是知道了不得恶心吐了 在短剧里 我把言行写成了 终其一生都在收集白月光周边的人 当她发现跳广场舞的一个老太太跟当年的白月光神似时 便一头扎了进去 在气死原配后 言行火速跟新欢结婚 并且安排妓子跟自己的侄女相识结婚侄女生的孩子简直把叠满 活生生就是那个白月光的缩小版 抱着那个小女孩 言行觉得自己的人生终得圆满 哇 这者 我爱的人终于回到了我的怀抱 我感动哭了 楼上的别太颠 兜兜转转 就为了复刻一个小版的白月光 我怎么觉得那个言行很恶心 而且按照她之前缴获儿子儿媳的所作所为 我总感觉她之后会有什么龌龊的想法 只有我觉得这对她的原配很不公平吗 还有她的儿子财产都给了自己的侄女和妻子 她儿子会不会哭晕在厕所呀 我一边用勺子挖着西瓜 一边乐呵呵地估算着分城 有个扫兴的人给我打来了电话 有话快说 有屁快 分开后 张庆枫似乎终于明白了当时自己有多差劲 每次看苗苗总想着要补偿我点什么 可我真是不想跟她有什么额外的交集 因为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当初傻不拉击的自己 娜娜能出来聊聊吗 我妈 你妈又怎么了 我不都顺着她的心意跟你离婚了吗 还想整什么幺蛾子 我告诉你 她要还想带苗苗出去 不可能 在一起时没见她对苗苗有多好 现在想搞什么 寒一弄孙 我们可不稀罕 还有我告诉你 喝酒的事不是 就算我求你了 我现在真找不到其他人能说心里话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 张庆枫有些颓丧 猛灌了自己几口水 就在我耐心马上耗尽 准备甩手走人的时候 她终于开口了 她先是问我 最近热播的那个主角叫《言行》的短剧看了吗 我有些心虚 不止看了 连剧本都是我参与改的 看到我点点头 她又试探着问我 你 你觉不觉得那个言行很像我吗 我同情地点了点头 这点很难不赞同 张庆枫终于崩溃了 脸上的表情跟吃了一样 那你说 后面演的她侄女孩子的事 会不会是真的 我妈她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人家说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你也别多想了 我不嫌不淡地安慰她 其实后面的情节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编的 我觉得宋燕香也没那本事 让所有事情都按她预想地发展 不过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才更容易让人相信 说实话 她所说的恶心愤恨 感觉自己像一个小丑 我没办法共情 因为我现在只有庆幸自己早早地就跟她离了婚 不用陪她一起承受那些同情的目光 虽然我并不在乎 另外 我还庆幸当初但凡 她对我多关注一些 也许就会发现我每天在家做什么 离婚时再拖一拖 或者争取下这个短剧的分成就很有可能算作夫妻共同财产 真金白银的钱现在都属于我自己了 想想就超开心 我对张庆枫的失望不是一天形成的 那个时候 我因为张庆枫他们一大家子的事 还有张庆枫的不作为 已经身心俱疲 萌生出了离婚的想法 了解到宋燕香的感情时候 我对张庆枫有一瞬间的心疼 想跟她好好聊一聊 也想试着给苗苗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张庆枫总觉得我每天没事找侍儿 正巧那段时间张庆枫姥姥去世 宋燕香游说所有兄弟姐妹放弃继承权 只为了把遗产都留给小舅 这样以后 小舅百年那些东西只属于张庆枫的表妹 我只是起了个头 说这也太舍己为人了 张庆枫就摔了筷子 说我阴阳怪气 不安好心 见不得他们家一团和气 那一刻 我抱着被吓哭的苗苗 暗暗决定 他们的不救了 给你那爹婆妈做一辈子二十四孝子去吧 我也咬着牙发誓 等我有了足够的能力时 一定要带着苗苗远离这种家庭 没有人知道那几年我有多难 张庆枫以为我半夜十一二点刷手机时 我是在看电子书 学习写作 每天中午把苗苗哄睡后 我洗把脸 打开B站学习 就连陪苗苗户外活动时 看到有人遛狗不牵绳 我都在想 能不能把它写进我自己的稿子里 好在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后来的我终于有了离开的底气 所谓的光辉岁月 并不是后来闪耀的日子 而是无人问津时你对梦想的坚持 当张庆枫提出换房子时 我没有一刻的犹豫就同意了 结婚的时候 他加出房子 我加出装修 离婚的话 我又不能把瓷砖地板都敲下来带走 不如就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婚后财产怎么算也有我的一半 就像我说的孩子 房子 票子每一样 我都提前打算过 所以离婚这场仗表面看没什么 实际上我赢得漂亮 听说当短剧照进现实后 宋燕香的日子 简直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 后找的老伴 原以为自己才是真爱 结果也不过是个替身 借酒交仇之后 对他大打出手 妻子觉得自己被他们估值给耍了 跟宋姗姗再也不是甜甜蜜蜜夫唱覆随 宋姗姗呢 有苦说不出 拒绝了宋燕香所有的偏爱 也再不让她碰自己的儿子 宋燕香无家可归 想去张庆枫那里 可是张庆枫拒绝了您 当初说了自己性子不适合在家带孩子 如今我这小庙别再给您憋出病来 宋燕香连忙摇头 表示现在张庆枫又没有孩子 自己该吃吃该喝喝 生活不会受什么影响 您搅和 没了我一段婚姻 还想让我一辈子都打光棍不成 妈 人不能太自私 您这一辈子是追梦圆满了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幸福吗 宋燕香给了张庆枫一个巴掌 我没有 我没你们想的心那么脏 可是谁信呢 张庆枫抹了一把脸 让我养你也可以 我离了婚元气大伤 您出钱帮我买辆车吧 见宋燕香脸色不对 张庆枫试探着问 你该不会真把钱都给了白月光的周边吧 得到肯定回复后 张庆枫并没有哭晕在厕所 但是他一气之下 把宋燕香锁在了卫生间 因为虐待老人 张庆枫被叫到派出所接受教育 出来后扬言 要跟宋燕香断绝母子关系 后来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是在某音上视频中张庆枫掐着宋燕香的脖子 我是一个人 不是你用来圆梦的工具 你TMB要是不甘心 自己跟你那侄女过去 拍视频的人解释 张庆枫几次相亲都被宋燕香搅和黄了 因为他逢人便说 除了宋姗姗 谁都配不上自己儿子啊 还以为这老太太说的女生是那男的前女友呢 搞半天是表兄妹关系 难怪那男的会恼羞成怒 这情节有点像之前看过的一个短剧 我去再复习一遍 没想到张庆枫发疯的视频让我那部短剧又火了一把 常委笑应真香 又出了几个小爆款之后 我继续低调地带着大家买买买 在外面吃大餐的时候 嫂子吐了 去医院检查怀孕了 她跟我哥结婚十年 终于怀孕了 嫂子喜极而泣 抱着苗苗不撒手 非说是因为我和苗苗回来了 给她带来了小宝宝 你看 有福之女不尽无福之门 因为他们要把好运留给真心爱护自己的人 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但并不代表是女人最终的归宿 在遇到不如意时 你来顺受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 让自己磨平棱角 而聪明的女人 绝不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更不会得过且过委屈自己 她会在权衡利弊后努力寻找最优解 并且向着这个方向不动声色地努力 愿所有女性都做飞鸟 008 大